2019年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74周年纪念日 当天,来自中国、日本、韩国、美国等十余个国家的140名青年 以及日本新联新第23次访中团的20位日本友人 在清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 进行了一次特殊的和平集会 悼念在战争中无辜死去的人们 祈愿珍贵的和平永存 上午9时20分,来自各国的青年、学生及新联新访问团的日本友人 在经验馆的机场内,向在南京大屠杀中死去的民众献上了白菊花 南京大学学生李维松告诉记者 尽管二战在74年前的今天走向终结 但战争带来的思考延续至今 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加地去牢记历史 这样才能够更好的面向未来建设和平 新联新访中团团长宫内杨子在集会上发言 称又一次站在父辈、祖辈们曾经犯下屠杀和破坏等暴行的这块土地上 缅怀那些被残酷剥夺了无辜生命的人们 让他和参访团成员感受到了无尽的悼念和悲伤 他告诉记者 此次访中团就是要通过一次次的访问 把在南京的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想带回日本 記念館がこの南京事件を次の世代に 特に若い世代に伝えようと 色々と毎年努力され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が よく分かり 私たちも日本で伝えていかなければと改めて思いました 今は世界平和 今は平和が続いてますけど 昔 いろんな虐殺とか いろんな歴史があって 今があるので その歴史を胸に刻んで 肌で体感して 今後も平和が続くような 世の中になればいいなと思いました 对历史的重新認識和反思 也成为各国青年選擇参加 紀念館和平課程的主要原因 据紀念館館長张建均介绍 紀念館从2017年起 開办紫金草国际和平学校課程 至今已舉行23期 共有来自68個国家的3000名学员 参加了課程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